有这么一个怪人 他耗尽千万家财 只为让世界看到 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主题公园 山海经神兽 这是混沌 虽然外表蠢萌 但是能排进上古凶兽中的前两名 混沌像个黄色的大口袋 没有蹊跷 却可以吞噬世间万物 最终被他爹皇帝流放到了荒芜之地 这就是地位最高的瑞兽 白泽 虽然战斗力为零 却能让世间所有的妖魔鬼怪瑟瑟发抖 他可以口吐人语 知晓所有妖怪的名字长相 以及KO他们的办法 他是硬龙 华夏的真龙始祖 穿说硬龙生畜的龙蛋 孵化出了盘古 盘古开天辟地后才有了我们 他是杀翅油 诸夸腹的圣古无双战神 这只人面牛身马腿的凶兽叫亚鱼 原本是皇帝麾下的正直能臣 但被奸人杀害 皇帝请巫师将他复活 可复活后的他开始报复社会 变成了吃人怪兽 最终被后裔一箭射杀 这是古代健康和财富的代名词 领狐 他吃什么拉什么 但你要是知道了他的食谱 一定会蹲守在他拉便便的地方 因为他只吃金和铜 这个博物馆有六十余尊巨型山海经神兽 如果感兴就会接着血 有这么一个狠人 他耗时八年 终于把山海经中的神兽给复活了 这只饕铁正在撕开自己的肚子 他贪吃又贪财 毫无节制 最后甚至吃掉了自己的身体 只剩下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头颅 他是鹿五 天地的大总管 他有人的面孔 老虎的身形和爪子 在山海经中 尾巴数量越多 代表修为越深 鹿五有着九条尾巴 这只凶悍的大狗 名为遗疾 传说他一张嘴便会吐出火龙 战身即燃 青蛤就会五断金裂 是山海经中 让人避之不及的栽兽 这是神兽薄 马的身体 虎的爪子 头上一根独角 削铁如泥 他把老虎豹子当饭吃 曾与竹龙大战过三天三夜 这是周五 他身形似老虎 寿命可达三百年 虽然长相凶猛 但性格温和 内心特别善良 连青草都不忍践踏 更是从不杀生 这是能带给人 美丽和吉祥的吉亮 他目若黄金 通体雪白 红色棕毛 起上他能日行千里 还能增售千年 国外有漫威宇宙 我们也有值得 被更多人了解的 中华神话